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协的会员代表特别会议通过收稿会章 简而言之就是说他把门栏降低了 把龙门搬近了 方便理事会去解散个会 原先的门栏和龙门就是说要有会员的会员 三分之二通过才可以解散个会 教协的会员有几多会员 九万五千 借名九万六千会员 即是说有六万名会员投票同意解散 这样才可以解散个会 你说几困难呢 那意思呢 理事会就改门栏了 搬动门了 现在就通过会员代表的特别会议呢 就收稿会章 因为原来当年那些founding fathers 即是那些创办人呢 华叔地呢 本来呢 是希望难点解散个会的 但不知道会章有条这样的机关 有这样的机关哦 有这样的条款 于是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条款呢 就将那个门栏大幅降低 因此最终呢 就是一百人道呢 通过的决议呢 就改了会章 第二呢 一百人道呢 通过决议呢 就可以解散个会了 于是呢 一百个人呢 就剥夺了你九万多会员投票 决定会解不解散的权利 或者最少一百个人呢 就剥夺了那六万多人的权利了 因为我不需要你那六万多人了 我这一百个人投票呢 含金量啊 代表值啊 高过了你 搞定 那你说 那算不算民主呢 嘿 这样都算民主 这样呢 它们就不应该抨击以前香港的选举制度 因为为小圈子啊 它们是真正的小圈子 一百个人除了九万多是0.11% 一个%都不到 绝对不民主 所以最近有些黄丝的朋友呢 它们很抑郁 它们觉得它们的民主梦呢 破碎了 它们的解读成呢 是政权的打压 其实提醒它们 你们是错的 根本就不 你们的抑郁呢 因为民主梦破碎呢 都还有理由 但是梦的破碎呢 不是因为政权的打压 是因为呢 你们所相信开的一些民主斗士 实践民主的人呢 或者实践民主的机构 会议固 什么教协 支联会 民主党 原来是极端不民主 它们在面对它们的所谓危机面前 怕被人抓面前 于是就采取一个不民主的方法 其实教育的理事会 它们现界理事会 有很多方法去面对它们的危机 我当你真是害怕 我不评论你 应不应该害怕 我当你真是害怕 你真是害怕都好 你可以用辞职的 你可以用廖英达式的 着草的 但是为什么要用解散呢 还要用一个不民主的方法呢 你用解散的话 你都可以跟会章做的 你们不是经常都说 不应该搬弄门 不应该随便降低门栏的吗 不应该乱修改规则的吗 现在你们正正做了 你们当年评论特区政府的东西 评论中央政府的东西 你们自己做了 当年特区政府或者中央政府 未必是这样做的 未必是如你们所说的 所谓的搬弄门 但是你们呢 就说到它是搬弄门 好了 现在你们是真正搬弄门了 本来 你们这么自娶自己是民主斗士 在面对所谓危机的时候 你应该用一个民主的原则去处理 会章既然这样写了 你应该这样做 当然会章是设计了这个机关 让你去改 但是问题就是 为什么你要这样用呢 你信不过你的会员吗 你发给你的会员的通讯里面 那些电邮里面 还要告诉会员听 不解散有什么危机 简直是恐吓会员 就是说你一定要支持我们解散 你不支持我们解散 就是你把会 将你自己陷于危机 将理事会陷于不宜之中 这些什么叫民主呀 这些什么 绝对不是实践 确守民主的原则 所以黄丝好 黑暴好 他们是有理由的 因为他们信错了人 这些所谓民主斗士 所谓实践民主的组织 原来是极端不民主 小弟当年在民主党 亲身经历过 帮我说 保人信 现在他们自己做出来 大家有眼睛 好了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会继续看其他的组织 比如说 支联会 怎么解散 看看民主党 怎么去 民民主 和不民主的决定 参不参选 小弟从 读大学开始 都相信民主 亦都相信 我们国家都应该实行民主 不过 民主其实有很多制度 不一定是西方式的民主 不一定是两党竞争 才是民主 不一定是 用代表制 代以制 就不民主 其实 交协 现在用这种 会将 写明的代以政制 代表制方式去改 不是错得了 但问题是 你平时不要喊到那么高 你平时喊到那么高 人家用代以制 你就说不对 用代表制 你就说不对 好 到你自己做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方法 你根本 不是 真心相信民主 这个才是 令到 黄丝黑暴 大幅度 抑微的原因 所以我今年年初 我写一个文章 我都说今年最好生意 可能就是心理医生 因为他们 只是做 黄丝黑暴的生意 都做到 不停手 好了 究竟是不是这样 你们就可以看看 心理医生的门 办公室的门口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为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